歡迎收看Mr.Chan英文教學之文法無量 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Mr.Chan教英文的時間 今天我們要講到連續上一次講到轉成語的用法 在上一集轉成語第二集我們講到有關於這個 然而因詞這樣的一個負詞連接詞的用法 今天依舊為大家談到負詞連接詞的另一個用法 有關於這個詞外在者如何如何 到底這個詞外在者如何如何 有哪些字以及它代換 有哪些字可以做一個代換 那麼怎麼運用 放在這個寫這個句子裡面 怎麼樣來運用使它能夠發揮上下文連接的一個效果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的這個文法的重點 當然也希望整個文法如果對大家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的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轉成語 Transition的用法第三集 講到有關於這個 此外在者如何如何 這個那麼它這個有連接詞and的意味 那麼到底哪些是有這個在者的這個意味呢 我們看到負詞連接詞裡面包含more over furthermore in addition 這個我們經常會用在我們要強調說還有怎麼樣 我們要再補充說明的話再加上什麼什麼 除了怎麼樣別說他人很好 此外他還功課非常的優秀 再加上再加上就是一直疊上去 那麼所以它有連接詞and的意味 我們來把這個 運用一個實際的例句來做一個練習 比如說以第一題來講 你需要時間此外你還需要努力 you need time 好我們用in addition 這個地方前面分號後面逗號 跟我們講however是一樣 in addition in addition you need diligence 需要時間的其實需要毅力努力 勤勉 好這第一個 you need time in addition you need diligence 第二題我們抵達的時候已經天黑了 此外我們又忘了地址 我們又把地址給忘了 in what start when we got there 再者what 再者what more 再增加what more what more 那麼we forgot the address in what start when we got there what more we got the address 好我們不但是這個 而且我們要加上我們要把地址給忘了 這樣一個情況 第三題他舞跳得很好 而且擅長歌唱 又會這個跳舞又會跳又會唱 又會跳又會唱 就很多這個我們現在很多團體 那麼不管是男團或女團 會跳又會唱 爆紅的速度就非常快 不但會唱而且會跳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把這幾個 連接這個複詞連接帶進去 做一個實際的這個代換 我們看第一個 he dance well 再者 我們剛剛還沒用到一個 furthermore furthermore he is good at singing 好 那麼我們也可以用 這邊都是前分多號 這邊都是要有這個所謂分詞 因為分詞代表連接詞 把兩句連在一起 本身這個不是分詞 這個是副詞 只不過它叫做副詞連接詞 雖然具有連接承接上下的這個 兩句合併 不過它還必須要加上一個分詞 非常重要 後面多號 那麼再來第二個我們可以說 more over 再者 好第三個我們可以說 in addition 好這邊再一個多號 然後再來 再來 如果是句號的話 我們就變成大寫 同樣的我們用furthermore 再來第二個我們用more over more over 好再來我們用的是in addition 一樣都三個多大寫 in addition 好再一個我們最後一個用一個 道號 那麼這個就是標準的連接詞 我們說它都有and的意味 所以其實如果你用國中最簡單的寫法就是 而且 不但這樣做 而且 它會這個 唱歌 當然我們要就逐步的提升到 提升到這個副詞連接詞呢 是你整個句子的水準label就拉高了 不能一直用and but or 一直用在國中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這個 所謂的最簡單的連接詞 提升到副詞連接詞 那麼這是一個 好 最後一個我們就要講besize 奇怪 besize意思差不多 為什麼會單獨使用呢 因為besize 我們看一下它有它的獨特性 besize與in addition均表此外 其實它跟他們一樣也表此外 不過前者都用於肯定 或基 這個 不過呢前者用於有否定 或者是消極的意味的句中 什麼叫前者就是這個besize 那麼它用於否定 或者是消極面的特別注意 所以有時候它是沒有跟他們一起代換 besize 那其實有些它沒有非常講究的 它也是用besize來做代換 但是如果是嚴格來講 它其實這個besize的 具有否定跟消極 而introduction 具有肯定跟積極 積極 非常積極 所以這兩個剛好是一個 否一個肯一個消極一個積極的意味 在這個意味的劇中 好怎麼說 我們來看這一句 好 比如說 好 那麼我想 我不會跟你去看電影了 我太累了 此外我也沒錢 不但累 更重要的是沒錢怎麼去 所以這個都是所謂的 否定或消極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 I don't think I will go to the movies with you I am too tired besides 這個要特別注意 所以這一定要加S 沒有加S變旁邊 旁邊 旁邊這國中就經常有人犯錯 beside忘了加S變成旁邊 那麼這個叫做 此外 I have no money 我還沒錢 這個叫 已經這個很累了 更重 更更 糟糕的是 沒錢 沒錢怎麼去 所以說 否定跟消極的意味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最適合用這個說的 besides 這個字 好 最後一點我們要特別再強調 Furthermore Moreover besides in addition 通常用於主詞前 而不 不插入句中 你看這句話 這當然兩句連接是在中間的 但是如果是以這邊 都是在前面 你不能放在序的後面 一定要放在句之前 也很少放在句 也沒有再放在句尾 所以說這個都放在句首 Furthermore Moreover besides in addition 通常至於主詞前 而不是插入句中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帶來 轉成語第三集 我們在介紹 此外 在者的相關的一些字詞 那麼以及代幻的情形 我們再把這些介紹 同學未來 這個在寫作文的時候 就可以運用得上這種 用這種說的附詞連接 來承接上下文 然後把兩句合併等等 做靈活的運用 使得我們的整頭文章的層次水準 能夠提高 好 好 那麼當然接下來 我們還有繼續 還沒完 還有附詞連接詞 剩下的部分 我們下次 來做一個最後的一個講解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 如果對大家有關注 別忘了 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已接受到我們 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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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到不能再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 下次文法課程見面 謝謝